山西市场网训 记者董小飞 8月18日上午 2018少林禅宫 全国传统宫世界比赛在 山西建修张碧古堡景区拉开围舞 来自全国 20多个省市42支队伍 第168名优秀选手 进行了同场角逐 此次张碧古堡 2018年少林禅宫 全国传统宫世界比赛 是中国宫建文化 在先世代背景下的复兴 标志着少林禅宫 与张碧古堡传统军事文化的完美连结 世界活动将成为景区一个新亮点 张碧古堡作为具有1600多年历史的古代军事防御重镇 在其早期的务必时代和军阵时代 乃至于后期的盛防姓春落时代 在围绕古堡的历次宫防战中 弓箭都发挥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使将病人养成了虫的圣武的品质 远在旧石器时代 中国先民就发明了弓箭 并用弓箭来狩猎捕鱼 后来成为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主要武器之一 射箭还是古代成年男子必备的技能 到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演进兵科时 常要请客人设箭 设箭成为古里之一 发展至今天 传统设箭已成为身受人们 喜爱的一项体育竞技活动 据悉 本次活动由传统工设箭比赛 少林茶工竞设 和产工论坛三个板块组成 比赛采用中国传统设箭泰斗徐开采创立的新赛制 分20米 30米 40米 50米 四类个人排名赛 团体淘汰赛 竹木工 脚工 现代传统 共同式参赛 塞期三天 共产生12个主要奖项 本次比赛的裁判员由国家射箭队专业人士组成 裁判长为国家射箭队领队梦凡案 中国传统设箭泰斗徐开采 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获得者世界老将李叔来担任重裁 强大有力的裁判队伍 保证了比赛的公平性 公正性和权威性 此次张碧古堡 2018年少林茶工 全国传统工设箭比赛 是中国工艰文化 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复兴 将对中华传统世界运动的发展 起到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同时 这次活动也标志着少林禅宫 与张碧古堡传统军事文化的完美连结 以此为契机 世界活动将成为景区一个新亮点 山西凯家古堡文化研究院院长陆栋恒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 当天 河南松山少林寺包张师永信 协议众弟子前来参加 与此同时 二十日上午 中国丰山少林寺 山西凯家张碧古堡旅游公司 还将在张碧古堡传工院 进行少林茶工竞胜活动 全国传统公事件比赛排名 赛前四名的运动员 将自动获得参赛资格 竞胜活动的前三名分别获得主办方 提供的八万八千元 一万八千元和八千元的奖金 竞胜活动的前三名分别